12月25日是欢乐的圣诞节 马公市立幼儿园为了让小朋友体验圣诞欢乐气氛 昨天下午在马公市公所前广场举行了欢乐圣诞亲子派对响叮当 由马公市长黄建忠代表会主席欧银花协同的各界贵宾与明同乐 活动由新生代合唱团以及马市幼小朋友带来的欢乐圣诞送表演揭开序幕 好不好 好 好 很冷对不对 因为很冷 所以我很感谢大家那么冷的时间来带着我们的小宝贝 出来参加我们今年公所所主办的月代晚会 刚刚我们听到我们的新生代合唱团所演唱的歌曲 让我们也开始有一种过年的感觉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过年就快到了 我感谢我们新生代的那个合唱团还有我们社区文化发展协会的理事长也带领了他的团队来参加我们今天的活动 爸爸妈妈你们都辛苦了因为天外都很冷很冷所以你们带着小朋友出门真的不简单所以谢谢你们来参与这个活动 那那么今天是一个圣诞夜圣诞夜就平安夜那新的夜又将要开始所以我祝福现在现场的各位以及我马公所有的士允大家身体健康 这次活动配合马公司里幼儿园节庆欢乐教学让全员的师生与家长共同体验不同的节庆氛围 增进了亲子之间的互动与情谊 其中包括了圣诞快闪秀 亲子游远闯关去以及欢乐圣诞大惊喜等等的环节 好喝有几岩一杯 好喝 还有快喝 好喝 我要喝 好喝 好喝 我走我走耶 好喝 慢喝 快喝 来 好喝 好喝 宝和 奶奶 好喝 真的很是 我 难不难 不难 很简单 第一次玩 特别的样点是有新住民特别表演 野节马公事工所团队 野节本县社区文化创新协会 Colprate现场发放糖果等等 为大家带来满满的圣诞节气氛 酒精四季别飞扬 喝了太阳神奇的力量 一双眼睛看着甜点 浪雪藏着微笑的地方 一双眼睛 除了远离一双眼睛 看着风风怕出门夜落石 最快乐 我两个 我两个线子 不 že你 过了 恐懒 虖 终得 老 birds 马公司长黄建忠也表示 这一次的活动预期吸引了2000名的师生以及家长参与 期盼透过活动搭配全体的师生欢庆圣诞节 不仅增进了群子之间的情感联系 也为马公司公所营造一个友善 充满人际互动、关怀、社会氛围 记者王海龙报道